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他们这个 那我们这个办的这个活动这一次啊就是这个星期天我们将会有一个善待地球爱我家园的这个公益活动啊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地球日嘛 地球日呢 从1970年开始吧 美国发起这个地球日一直到发展到世界地球日 到1990年的时候 有两亿人民啊在140个国家来搞这个环保的活动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企迹 抓住这个机会啊 一个呢是提高我们的会员的对环保的重视 嗯 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所以我们组织这场活动呢就想面对群众走向社会 带动我们那些华人朋友也带动那个全社会来重视那个环境 全民一起做环保 哎 做环保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达到呢就是说怎么样是我们的家园呢 变得更加美好 嗯 嗯 嗯 这是这个这个意思 杨老师讲得很好 嗯 就说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啊 是我们那已生成的家园 那么我们爱护地球保护地球是我们的责任啊 因此呢 我们搞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唤醒大家的环保意识 我听您叫姚老师 您二位都是从事教师工作的 对 其实我们都曾老师 那么这次我们这个活动的特点和内容 是不是请我们的会长女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啊 我们这一次这个活动 我觉得如果归纳起来它的特点的话 那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它主题非常明确 善待地球 这是我们的主题 那么同时呢 它的形式非常的活跃 而且多样 我们与环保宣传 与这种多种形式的 这种人们喜闻落见的形式之中 这是这一个活动的特点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活动的安排的话 那有这丰富的内容 那比如说我们选了 挑选了地球日之歌 这一首歌曲 是一首一支非常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 它曾经这个是世界地球日中国行动的主题歌 而且它后来每一年国际环保会议都选用它来播放并且演唱 那我们这次是谁来演唱的 我们的会员了 您二位也要表演 我们都参加 我们都参加 而且这个 最后它还获得了中国音乐的最高奖 就是首届音乐叫金钟碑的奖 金钟碑奖 那我们就选了这首旋律这么优美 而且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 我们觉得以小合唱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的话 能够唤起人们对这个善待地球参加环保 这样的一种意识 一种精神 这个歌也是相当的点题 是 那我们这次活动的内容都有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又比如说我们也阅读了大量的这方面的 就是地球环保 这个地球日有关环保的一些文章 那我们的姚会长还亲自动手写了地球日 把完好的这个地球留给明天 这样一首诗歌 哦 你还写了一首诗 对呀 我们在和美合唱结合起来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 一边在唱歌之前 小合唱之前 朗诵这种诗歌 这一首诗歌 也就是合唱加诗朗诵 加诗朗诵 那么我们想以诗歌朗诵的形式 也能唤起人们的这种环保意识 这样子申请的去打动我们的会员 打动我们的听众 对吧 看来这个会员们以及两位会场 这是全身心的在投入这次的活动 对 我们在思考 怎么样把这个活动搞得真的是 扎扎实实的 能够伸出人心的 而不是表面文章 对吧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呢 既然是善待地球 爱我家园 这样一个主题活动 那么我觉得的话 环保知识的宣传 环保理念的宣传 应该是一个重头戏 对吧 所以我们也就 我们就邀请了 环保协会作为我们的协办单位 他们也很努力 他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 然后他们也是非常认真的 跟我们一起商量啊 准备啊 那他们就出了 反正他们就也很投入 对吧 那么我们在想 请他们来 那么在宣传环保知识上 那方面肯定就是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们来宣传比我们更专业嘛 对不对 谈了一些问题更专业嘛 但我们在想采取什么形式 那么宣传环保这个知识的话 可以用报告 可以用高讲座 那我们就想 如果报告讲座也非常的好 但是呢 就是说怎么样子 让大家抑郁接受 是大家一种 以喜闻落见的形式 调动积极性 对啊 那么我们就决定采用 我们商量的结果 就决定采用环保知识 由讲进答 这样一个形式来进行 我们想在抢答问题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的话 那么实际上也就普及了 也就宣传了这些环保知识 很有效的就进行了 环保知识的宣传 而且我们还准备一些奖品 虽然这些奖品呢 也不是那么的昂贵 对吧 我们想的 我们想一种 一些小的礼品啊 一些小的巧克力糖啊 或者是一些地铁票啊 等等啊 这一类的啊 把它作为奖品发出来 那么 那么在情绪上变化 对参赛者是一个激励 对吧 我觉得关键这活动 本来就是一个出于公益心嘛 大家来保护地球呢 也不是冲着那个奖品 有多么的贵重 用这个来 对 但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形式 既得了奖品 又学到了知识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么一件事情啊 对啊 那么除了这个 我刚才听您讲 有这个合唱 有这个施朗诵 有知识敬达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节目 然后我们同时呢 也准备了18个文艺节目 18个 18个 那就里边有舞蹈呀 就是中国的民族舞啊 还有北美的牌舞啊 拉丁舞啊 另外戏曲啊 歌曲啊 还有戏曲 对啊 还有太极啊 就是各个方面的这种这些文艺活动 他准备了这么多内容 18个节目 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 就是 现在正在积极的准备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想到搞这些节目呢 我们就是想把它形式搞得生动一点 比如说那个环保知识竞赛 除了回答 如果太多 它会不会也会枯燥 如果是太少 好像怎么样子处理好 那我们就把这些环保知识竞赛呢 就把它穿插在文艺节目的表演当中 是不是人家就不觉得那么那么枯燥呢 对不对 这样子就更生动 而且我们还邀了 邀请了风采艺术团 也来参与 也来参与 这些加盟助兴 那么就在活动的内容上面 我们就是做了这些各个 这些方面的安排 刚才李超小姐跟我们提到了 就是活动的准备 现在的进展的情况 对吧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 就这样子 姚会长我们一起 大家都 领导班子都很努力 那我们首先 就是把这一个消息 要搞这个活动 我们大家明确了之后 我们以新闻稿的形式 把它发出去 发出去 我们这里也顺便 感谢我们媒体对我们的支持 真的 那媒体 不仅是网上的 网络的 还有就是这种小报纸的 对吧 还有另外还有什么 物件套 这些都 都在宣传这次的活动 都是宣传的这次活动 那今天还感谢电台 也跟我们继续 说公益嘛 人人有责嘛 对呀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这次的活动 是非常的有意义了 我觉得就是内容啊 以及它的这个 就是说涵盖的这些意义 都是非常的好的 出发点非常的好 那我们这个枫叶俱乐部 除了这次的活动 我们还有什么活动 正在准备当中呢 这个活动太多了 太有话 这一点 就是我们除了这个什么 就是媒体宣传了之后 一个宣传 然后我们跟协办单位 我们是主办单位 那么协办单位 就是环保协会嘛 跟我们一起开了这个准备会议 那么这个已经完成了 新闻搞的宣传 这个也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边一步就是 知识 不就是这个知识进达 这一部分 也是一个学习 你不能到时候 知识出题 对吧 你得先把这些 它出了整整28个题 覆盖面非常的广 知识面覆盖的很广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题目 用电脑 疫苗的形式发给了 我们有电脑的这些会员 然后呢 没有电脑怎么办 我们就印成了单子 然后发给了 没有电脑的 有些年龄大一点的 他不会电脑的 那就发给他 非常全面 这样子的话 大家学习就落到了实处 那么这些工作室 现在已经全部告一段落 都完成了 那么目前我们正在准备什么呢 目前正在准备当中 就是文艺节目 那么这一次 为这一个活动 专程准备的 那么比如说 歹主舞啦 还有就是民主舞啦 形体舞啦 还有些什么 扇子舞啊等等啦 这些 还有排舞啊 都正在这个紧张的排练当中 那么就为的是 这次活动呢 更加丰富多彩 真是非常 意义非常好的一次活动啊 我们现在 时间剩的真是不太多了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这次 善待地球爱我家园 公益活动的这个时间呢 是在这个周日 也就是四月二十八号 时间是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 地点在新旺角广场 也就是八三六零 Kennedy Road 在我们的Markham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这些情况呢 可以打电话 四一六二九七 九六七三 找姚老师 或者六四七 七二八 七零零零九 找谢老师 或者是四一六 二七三 八二七九 找张女士 那么十分钟的时间 真是不太多啊 我们相信这个 风学俱乐部 还有很多非常非常 有意义的活动 但是从我们刚才讲的 已经可以体现出来 我们的活动 都是非常有意义 都是在做公益 而且是调动中老年人嘛 那我们如果 下次有时间 二位可以来给我们讲讲 我们还在准备的 另外一些活动 好不好 非常感谢二位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现在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活在五点